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在直呼这边还看到了一个热搜网的一个新闻 好像这两天美国呢推翻了一个在1973年 然后确定的美国女性拥有的一个堕胎权合法化 好像把这个法案给推翻了 那意思是啥意思呢 就是说从这个法案开始推翻以后呢 美国女人要是怀孕了以后 想要堕胎就是属于违法的了 当这个法案一推出来以后就引起了悬人大波 好像还是跟政治有关系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样一个新闻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看完以后就在想 一个追求文明和人权极度自由的一个国度 居然现在把之前的这个女性拥有的这个堕胎权居然给推翻了 这到底是精神文明的一个进步呢 还是文明的一个倒退呢 看了几个博主他们写的文章吧 然后才明白 这个好像一直在美国这种就极度追求人权自由的国度里边 就有这样的一种运动啊 他们呢就崇尚这个生命好像是从这个开始有心跳开始 就是叫有心跳的时候就有了生命提升的时候就应该拥有人权 所以说呢女性然后呢在这个生命啊 还没有重见天日的这个时刻啊 你就选择了终止人身那这就是属于犯法啊 所以说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运动啊 这个好像跟宗教有关系啊 总之呢就是有这么一个群体吧 一直是反对这样的一个堕胎权的啊 但是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呀 叫两害相权取其轻啊 在佛教的思想里边就是你怀孕了 然后你去流产以后 堕胎以后都是属于杀生啊 不光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起码这种流产吧 对女性的身体也不好啊 所以说呢我们也不去推崇啊 就是怀孕了 然后去堕胎或者说去流产啊 但是呢啊 相比因为你怀孕了 有可能这个孩子生下来给他会带来一个悲惨的一个命运 甚至对于你自己的这个命运来说是不负责任 有可能你要搭上你后半辈的这个命运作为代价的话 这个其实啊 相比来说的话 还是非常不值得去做的一个选择 两害相权取其轻嘛 就做一个对自己 先要去对自己的生命就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去做一个最优的一个选择嘛 而且一旦是真让这样的一个法律推翻以后 有可能会出现很多这样的真正的悲剧 比如说吧 那些就是啊 被轮奸或者强奸的一些女性 她们意外的怀孕了 那你说这个生命 她如果说不去堕胎的话 那要是强制生下来的话 有可能对这个女性来说 那就代价太大了 而且对女性来说的话 就太过残忍了 而且这样的一个生命 你生下来以后 她在这个世界上 她将得到什么那个待遇呢 真的不好说啊 所以我们觉得啊 还是应该把生育权交给女性 把生命质量啊 当成最高的 我们可以去尊重的一个权利啊